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環宇筍Michael 大家看到我背部就知道 今天我在張木頭火車站 今天我想介紹一個樓盤給大家 這個樓盤當然 我其他樓盤是火車站的 距離火車站也很近 大約一公里左右 走路大概十分鐘左右 上上落落 但這個樓盤最大的特點是什麼呢 記住是全東莞 不是全張木頭 是全東莞最便宜物業 總價大約三十二萬左右 還要是這個現樓 正裝修複式單位 至於這個樓盤的情況是怎樣 不要心急 現在我帶大家去看看 好 剛才我們坐在火車站 過來這裡 我們在開車過來的 大概用了兩分多 不到三分鐘 來到今天我們一會介紹這個樓盤 詳細情況是怎樣 大家跟著他一起進去 進去 現在我們就進來這個售樓處 我首先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區域 究竟是怎樣的情況 首先我們這個樓盤叫十畝方華里 其實它的位置 如果大家來過張木頭 以前坐巴士來的時候 都會經過一個叫張木頭大道 進來這裡 震中心之前 就到 不過現在通關之後 巴士現在都會有 但已經改了 如果大家要坐巴士過來張木頭 在路火車站 下面的巴士站 坐上平的班車 途經張木頭就有上落站 在張木頭的汽車站 我們先說這個樓盤的交通 其實這個樓盤我覺得 如果你說從香港上來 反而會比在深圳上來 為什麼呢 這個十畝方華 它是位於我們舊的張木頭火車站 這個就是和諧號的站 以及一個現在最新的 在去年通車叫東莞南站 這個樓盤是夾正在這兩個站的中間 去這兩個地方 如果你說東莞南站 就可能要坐巴士 或者坐滴滴 其實是很近的 都是十幾分鐘車程 十二三分鐘就到東莞南站 可以在東莞南站 坐高鐵回西九 如果我們想在深圳下車 其實相對步行大概十分鐘左右 去到張木頭的火車站 我們可以坐回和諧號 去到深圳的羅湖 這個地方的高鐵 相對來說它會比較多元化 如果我住在九龍 或者住在香港島那邊 大家可以坐在西九 坐高鐵去到東莞南站也可以 而至於如果你說 我們住在新界的元朗 或是新界的地方 鐵路完線可以在路口岸下車 然後在路口火車站 坐兩站 最多一次兩站的和諧號 就會來到張木頭站 這個樓盤的交通 相對來說我會覺得 比較福射島 我們住港九、港島 又方便 住新界更加方便 而這個樓盤本身 因為它周圍的配套 基本上就是小鎮的配套 如果走到大約 都在十分鐘左右 因為張木頭不大 東西比較集中 十分鐘之內 我們會去到街市 銀行等等的商業配套 如果我們說要去鎮中心 譬如天和廣場 比較大型的去看電影 去玩、去飲、去吃 種類比較多的衣食住行 去玩都可以 就是去回天和廣場 由樓盤去天和廣場 如果我們坐車 或是走路 可能大概是二十分鐘左右 但如果你說 我們平時 像我那樣的張木頭 都是開電單車的 大概是四五分鐘 五分鐘左右 便去到天和 相對來說這個樓盤的位置 它不是在鎮中心 但問題是它相對距離 高鐵站 火車站會比較近 而且最主要它本身 張木頭的地方 這個地方其實不大 所以每一個 就算去鎮中心 去商場 看電影 或是去哪裏都好 大概十至十五分鐘距離 就甚麼都到了 所以變了來說 在張木頭來說 這個區域 這個位置相對 大家可以淡化一點點 就不會太像 在大城市那樣 可能真的很遠 但基本上 你預計了 張木頭的飲食 十至十五分鐘之內 就已經完成了 好了 講完這個區域之後 我們講回這個沙盤 看看這個樓盤整個規劃是怎樣 跟我過來 我們看看這個樓盤整個規劃 其實這個樓盤 應該都在張木頭來說 算是一個中型的樓盤 因為張木頭 我經常都說 如果大家有了解 張木頭是一個山區地方 四面環山 所以變成土地供應有限 所以張木頭 現在基本上 不會有很大的土地供應 除非是拆舊樓重建 我們先講回這個樓盤 這個樓盤 其實它總數有十三棟物業 眼前看到第一棟 就是一個公寓的物業 接著由第二棟至第八棟 就是一些住宅物業 就是七十九至一百一十一方的 三房和四房 但這裏已經賣光了 現在其實已經住人 下面這裏有幾棟別墅 但這個別墅都已經賣光了 基本上 目前這個十貿荒華里 可供出售的 就是眼前的這個公寓 我大致跟大家講一講 交通先 這個就是張木頭大道 張木頭大道 這裏就是十字路口的紅綠燈 我們的樓盤 正正就是十字路口的斜對面 如果我們回到市中心 鎮中心要走哪裏 由張木頭大道 向左邊 去到南城大道 一直到尾 轉右手邊就是火車站 重點先介紹這個樓盤 現在這個公寓部分 它的織是很簡單的 只有兩隻織 一隻是三十方 一隻是四十一方 它是十二層高 四梯四十八戶 鏡頭看到這一邊屬於東南邊 記得是東南 這一邊屬於西南 火車站 大家都會說火車站在哪裏 其實就是火車路 這條路一直直下去就是火車站 面對火車路這個方向 就是東北方向 最後一個方向 就是望回內圓景小區 這個是西北方向 方向一般般 但問題是它對回內圓景小區 本身現在這個樓盤 圓景那裏 它本身有些運動設施 泳池、籃球場等 其實都是公寓和住宅一起共用 可以這樣說 剛才我所說 就是張木頭 因為它是一個山區的地方 所以變成它的土地供應是不足的 所以變成在張木頭會有一個特點 樓盤的尺寸不大 而且接下來土地會更加緊張 所以相對來說 比較靠鎮中心的地方 現在的供應量基本上是零的 除非大家買而受漏 好了 介紹了這個樓盤大致的規劃 大家應該很心急 想知道究竟我買了一層 那個單位內籠是怎樣的 不要心急 現在我帶大家去看 好嗎? 出發 剛才我在售樓處介紹的區域 以及樓盤的規劃 現在我來到這個是十樓 這個是十樓 因為它本身十二層高 其實它八樓以下已經交了樓 現在剩下的高層 這次是拿出來賣的 而且賣的方法也有些特點 我們先進來看看這個示範單位 現在我身處是二樓 現在這個公寓部分是十二層高 四梯四十八伙 我們先進去看看 首先我們要看看這個 就是一個小單位 就是三十方 闊度是兩米九 長度由門口走到尾 就是六米九左右 六點五米 我們看看裡面的情況是怎樣 因為這個樓盤 樓盤是蠻特別的 即管先進來 這個單位本身已經做好所有裝修 大家可以看到 這些是膠樓標準 廚櫃等等都已經做好了 電磁爐這些是沒有的 到時可能要自己配一些電器 另外我們進來就是這個洗手間 洗手間也是膠樓眼前看到的 就是這樣 拿走的小擺廁是沒有的 但是洗手盤 鏡櫃 座廁 還有乾濕分離 一個臨浴間 全部都是這樣交發的 都可以 那我們進來這個示範單位 這個是一個小單位 但是它是做了涼房 我們看看情況是怎樣 現在這裡會有一個櫃 儲物空間的收納櫃 這是一個交流標準 這裡大家可以放很多鞋 或者放一些雜物 然後來到這裡 始終它是30方 所以一定是小家庭 一兩個人住的 這裡就放了一個小型的餐桌 開貨式廚房進來就放了小型餐桌 然後這裡就一個三人的梳化 對著這個長身 電視牆大概 現在這個距離是兩米九左右 大概我也覺得可以的 然後我們會看到 這個就是亮晒的空間 其實膠樓的時候 這個不是膠樓的 是沒有的 這些拖門 直接是打通了出去的 所以相對來說 室內空間會更加寬 還有這裡也可以 浪衫 開窗 這樣就比較通風 其實一般這個複式單位 小單位都沒有特別的 開放進到門口 左手或右手就是洗手間 或者是開放式廚房 然後進到廳 因為現在這個是實樓 所以我覺得相對來說 現在大家會看到 兩張二人的小餐桌 三人的梳化 相對來說 其實空間還蠻闊 所以不會好像很不適 但這個樓盤最大的特件是 上面三十方做兩間房 我們先看看 我們上去看看 這個樓梯也是在膠樓的時候 做好了 我們先看看兩間房的情況 是怎樣 這個樓盤的公寓有兩個特別 第一個特別 我們先看這間小房 三十方 通常如果大家看那些公寓 都會知道 其中一間房一定是沒有窗 不通風 但是這裡 這間房 大家看看 這個是通風的 當然它的通風渠道在哪 其實就是外面的走廊 每個單位的二樓 都會造成一個這樣的窗 對外面的走廊 起碼會有一個通風作用 比全物風更好 現在我們會看到這裡 做了一張小朋友床 這張咪二的床 還有一個書桌 這裡其實都是預留 可以做衣櫃 這樣 OK 因為這個不是搭出來的版房 是實際版房 所以那些傢俱 其實都是可以按照這樣的情況去看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比較 我比較欣賞一點的 就全部所有的單位 二樓 細房 一定會有這個窗 我們先不要預料它有什麼景觀 但起碼透氣 通爽 對吧 我們看看這個大大米 接著這個主人房 這個主人房 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一般來說 複式的主人房 一般大致都是這樣 沒有什麼特別挑剔 也沒有什麼特別出彩之處 四平八穩 我經常都是這樣說 這裡 因為它始終是複式 複式就是四米五高 這裡會有一個樑 但是一般這邊 你也可以做一個坐地下的 放一些鎖筍 可以在這裡坐也行 可以回避這個 這裡可以做一個 放了一個米八的床 其實兩邊位 是絕對夠空間 做這個床頭燈的 接著這裡 也可以做一個衣櫃 把這個冷氣放到這邊 就可以做一個落地的大衣櫃 其實這個櫃差不多也是差不多 所以走過去也不會太迫劫 剛才看過這個三十方的單位 剛才我說過這個樓盤 有兩個特點 我覺得是挺欣賞的 第一 就是剛才我們上到二樓 看一間細房 看到細房也有窗 雖然它不是有什麼景觀窗 有什麼景望 但起碼那間細房 你關上房門也不會太迫速 因為都是通風等等 比較通爽 第二個特點是什麼呢 剛才我們看到這個三十方 是一個兩房一廳的積積 其實這個樓盤 現在的銷售情況 是什麼情況呢 它本身十二層高 其實八樓以下已經賣光了 而且已經是收樓 現在賣的就是八樓 現在八樓 它特別是不安裝收樓 根據我們的買家 譬如我 Michael 現在買了這個九樓 買了一個單位 進來之後 我可以選擇 在簽約那一刻 你可以選擇 把它改成一房 還是兩房 所以這個 會讓大家好一點 你可以選擇 根據你自己的喜好 我打算一間房就可以了 那它就會把我上面這間大房 就會不建立 那廳一直變成四米五的 高樓底的一個客廳 但是如果你說 我也想實際一點 兩間房就好像做到現在這樣 那這個是這個樓盤最大的優點 那這個樓盤是什麼時候交樓呢 因為剛才我所說 八樓以上它現在還未裝修 是視乎根據客戶的需求 量新裝修的 所以它需要一個裝修時間 交樓時間是今年的年底 即是二、三年的年底就交樓了 因為其實樓就建好了 最主要就是這個買家買了 然後它就開始安排入場裝修 根據買家的喜好 要一房一房 要兩房就幫你做兩房 徵裝修其他東西都是一樣 所以很多人都會關心 這裡的聽說 這個本身是公寓 它是相辦性質的 至於水電費貴不貴呢 其實這裡的電費 就由七毫子到九毫子 為什麼七毫子到九毫子不是固定數呢 因為大陸這邊的電費 現在是按你用得越多 跳巴跳得越上 水費就是四元一噸 如果一般兩個人這樣 其實就是一個十多元經 搞定就可以了 管理費就是三元 每平方三元 如果這裡三十方便大概是九十元左右 如果這個三十方的職 現在剩下的都是中高樓層以上的單位 價錢是多少呢 大概是在三十五萬左右 視乎你選擇的樓層方向而定 不同方向都會有所偏差 OK 這個數據大家要記得 好了 看了這個三十方的小單位 我們再看一個四十一方的大單位 好嗎 OK 跟我出發吧 現在我們走到這裡 我們就會看到 其實大家買了這裡的單位之後 這個單位的格局 就不像其他門對門的 就是大家門對門這樣 其實它中間有一個很大的天井位 還有現在看看對面的單位 看到每一道門上面有一道窗 那個就是剛才我們三十方 裡面的一房 有一道通風窗 就是現在這個來的 所以相對來說 如果你說通風會比較好些 因為它中間有這麼大的天井 而且每個單位也不會像 門對門 像酒店一樣門對門 所以私密性會挺好的 好了 剛才我們看到那個三十方 現在我們看一個四十一方的兩房 這四十一方可以做兩房 可以做三房 任君選擇 你到時記得跟發展商說一聲 我要做兩房還是三房 我們先看兩房的效果是怎樣 進來也是 全屋都裝修好了 其實跟剛才的三十方 包括廚櫃 這些七寮煙機全部都做好了 現在這個四十一方 是做了一個兩房的 我們可以看到 客廳的部分 相對於它比較長身 所以可以放一個四人餐桌 其實也很滑滑有餘的 真的不用太迫劫 這樣滑滑有餘有得 這個不錯 好了 接著我們看看客廳區 客廳區也是這樣 這個是兩房 四十一方是兩房 它有三房 我強調一次它有三房 那就任君選擇 到時你買了之後 我要做兩房 就按這個款 做三房就按一會兒三房 看看版房的款 我們這裡可以看到 這裡也是擺放一個三人梳化位 前面這裡就做了這個樓梯 樓梯就在近窗上去 這裡一排的空間 大家都可以去利用 好了 我們上一上看看 這個兩房是怎樣 好 我們上去 好了 現在我們上到來 看到這個四十一方的兩房 我再強調一次 你們可以選擇 四十一方 發展商幫你選擇三間房 或者兩間房 如果兩間房 就是這樣的款 我們看看 上到樓梯 這裡應該當作客房也好 工作室也好 現在這裡 示範單位是做什麼呢 就做了一些工作間 直播工作間 為什麼會這樣呢 現在大陸 基本上很多年輕人 就租這些地方 就做直播間 為什麼呢 樓下可以用來工作 上面可以用來睡覺 就不用租兩間房 這麼麻煩 這裡如果自己住 就當作一個多功能的一個 怎樣用都好 書房也好 怎樣都好 然後我們進來這個主人房 相對這個主人房會大一點 還有呢 因為剛才也說了 這個樓盤有一個特點 我覺得挺欣賞的 就是它到處都有窗 不會說尾房會很悶 或者如果兩夫婦過來 就想住比較寬 旁邊這間房 可以用來改造這個衣帽間 或者是書房 都可以 因為現在這裡 它是這樣的改法 OK 還有這裡 這些落地窗 也是在樓盤 也是在樓盤 也都安裝好了 這樣就關掉了 不要緊 相對來說 因為它後面多了一部窗 還有這裡的單位 一個特點 它不是門對門的 它是室外中間 即是樓的 樓中間有一個天井位 所以相對會比較通風一點 所以如果你打開了後面的窗 打完閃的窗 其實房間是挺通爽的 OK 我們看到這一個 四十一房的兩房究竟是怎樣 我們現在過去看看 如果我不做兩房 我叫發展商改三房 三房的效果是怎樣 OK 我們現在過去看看 現在我再帶大家看 一個做了三房的 同樣也是 如果大家覺得 這個大一點 我想舒服一點 可以叫發展商幫你改兩房 也可以 否則我按照三房來改 我們先看看 這個尺寸 本身這兩層高 四米五樓底 寬度是兩米九 深度是九點三百米 我們先進來看看這個單位 因為都是精裝修交流 我們看到 其實拿走的東西 基本上就是不包 當然 包括這個洗衣機也不包 其他的東西 都已經全部安裝好了 好 接著就是這個洗手間 洗手間也不太特別 相對來說 因為這個是四十一方 所以會大一點 包括那個開放式廚房 都會長一點 這些鏡櫃都會做好 坐廁和乾濕分離 都會做好 其實客廳的部分 四十一方 罩眼納下去 會比三十方長了一點 大概長了在哪裏 大概長了在這個位置 這裡也有一個收納空間 如果三十方的收納空間 就放在這個樓梯的下面 如果四十一方那個 就放在這個廚房 就是這個洗手間旁邊 進來之後 始終是四十一方 所以它會比較闊落一點 這裡我可以看到 放了一個四人的餐桌 OK 這裡可以放了一些飾物櫃等等 另外這裡 這裡可以放了一個沙發 三四人的沙發 這個露台再強調一次 這個玻璃門就不包 不是膠樓的標準 到時就沒有這兩道門 但是它是直接通了出去 如果大家覺得 我想將來浪三 可以和客廳有一點區分 不妨到時自己收樓之後 都可以再加裝一個這樣的門 將這個露台 可以明確倒出來 客廳和露台可以明確倒出來 這個四十一方還有三房 大家猜猜那間三房在哪 在樓上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很多大單位的公寓 它會把其中一間房放在樓下 但是這裡就全部放在樓上 上去看房 好 現在我們上到二樓 其實我眼前我會看到有三間房 逐間逐間房帶大家去看一下 首先上樓下的右手邊 這個也是剛才所說的 其中一個客房最尾的部分 一樣有這個窗 可以對外對通風 可以打開的 OK 這間房間不會太焗 其實這裡可以看到 一般都是一個 咪二的床 這裡有一個書桌 這邊其實也可以做一個衣櫃 其實也預料做衣櫃 冷氣到時可以放在這邊 所以不會浪費這個位置 基本上如果你是四十一方 一間小房 基本上都可以的 好 我們再進來看第二間 第二間 這間房間也是一間房間 相對這間房間就會小一點 這間房間會小一點 你可以當作是書房這樣用 或者是如果有朋友過來 也可以當作客廳客房這樣用 因為它也很廣 超過兩米 所以絕對譬如這裡 平時如果大家沒什麼人 這個位置 由長生的這個位置 可以做一個榻榻米 有人的時候 平時可以放一個榻榻米 可以收納東西 如果有朋友過來 這裡可以鋪床墊 就可以在這裡睡 它本身也有這個窗 也不會擔心 不會擔心 關了門會不會很焗 也不會 OK 我們再看看主人房 我們走到最裡面 就是這個主人房 這個主人房 其實也是四四方方 畢竟它也是叫四十一 還要三房 所以房間會不會太大 基本上就未必會做到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起碼這個位置 這個床頭燈再撥入少少 這個床可以再拉入少少 變成可以做到三邊落床 這是一個米五的床 這也是 冷氣機可以撥在這個位置 這裡可以做一個 差不多這隻那麼闊的衣� 所以其實現在這樣進來 轉身各方面都很輕鬆 不會說很鬱質 剛剛大家看了現在我所身處的 四十一方的這個示範單位 其實同樣都是 就是它現在 如果你買了之後 你可以要求發展商幫你改兩房 或者是三房 如果平時我親戚朋友不多 其實我建議用回兩房 起碼房間會大一點 舒適一點 如果經常有朋友上來 可以保留現在這個格局 總之這個樓盤 到時買了的 不論是三十方 或者是四十一方 都可以按照所有買家的意願 改成兩房 或者是三房 或者是三房改兩房 都可以 不過在簽合同之前 就一定要確定這件事 否則發展商不知如何和你裝修 接下來就說回這個樓盤 這個樓盤的性質 它是一個雙版性質 不同於一般的雙住性質 水電費大概是七毫至九毫至一度 現在張木頭的住宅 電費大概是六毫至幾次 大概和這裡是相差一毫至一度 所以來說 其實這邊的電費和這個住宅 是相差很少的 一般如果你說 我當你九毫至九毫至一度 如果你們說在這裏長住 一到夏天 開冷氣等等 我家大概是三百多度 大概兩百多元至三百元 水箱也會比較便宜 因為水是四元一噸 住宅其實是三個半一噸 所以其實不會相差很遠 除非你一天洗洗幾次 每次洗一個小時 當然沒辦法 這個單位是多少錢呢 這隻四十一方的 不論改造兩房也好 改造三房也好 亦是視乎方向和樓層而定 大概是五十三萬左右 而且這個樓盤其實一樣 其實現在土地的性質 都是相伴的 它的樓盤是何時開始呢 2018年 即是現在用了五年 即是還有三十五年 還有三十五年的時間 就可以讓大家去用 所以這個樓盤 我自己的感覺是怎樣呢 首先 因為我自己住張木頭 大家都知道 回深圳會很方便 甚至乎 比我在龍華去羅湖 即是在龍華坐地鐵去羅湖 可能還沒有我去張木頭過去這麼快 其一 其二 它本身現在也有了 香港的高鐵 在東莞南站落車 下車之後 其實有巴士 就回到張木頭鎮中心這一邊 交通距離來說 我覺得是不錯 即是在香港上來 或者在羅湖上來 那個班次都很頻密 速度都會很快 而至於這裏周邊配套 好老實說這裏周邊配套 主要都是以邦地原居民的自己屋 為主的 附近都是 張木頭十至十五分鐘以內 基本上你都可以解決到 你日常的 衣食住行 玩 買菜 等等的需求 所以其實這邊 不會覺得 距離感會影響得很大 最主要的就是價錢 不論是五十三萬 或者不論是三十五萬 小單位還是大單位 目前在這個東莞 包括張木頭 是一個什麼的價位呢? 整個東莞 同等一個這樣的職 大概現在在東莞最便宜的 大概是四十萬左右 如果有裝修 那就是四十萬四十萬出頭 大概是差不多價錢 我在說這隻小單位 那有沒有比它便宜呢? 有的可能是三十一二萬 但是那些是不包裝修的 要自己去裝修的 所以其實基本上 如果你在東莞 我打算便宜一點 我亦不會經常在這裏 可能一個星期過來兩三天 或者是一兩天我會回香港 平時我在這裏住 即是不會太介意的話 其實現在這個十某方華理 這口價 精裝修 近高鐵站 近火車站 配套周邊亦都相對比較齊全 那這個三十幾萬 那相對來說 目前你應該在東莞是找不到的了 除非你不要裝修那些 要是不要裝修那些 它就減了裝修 但是呢 如果你打完裝修 這一類的複式單位 你預算大概 好像現在這樣隔兩間房 如果你自己找人做的話 就差不多你十二三萬是走不掉的了 那當然 現在發展商統一去做 那你就省回那條數 那變成就這裏可以到時拿包入住 還有這邊亦都多香港人的 因為始終畢竟曾經是小香港 雖然現在叫深圳 但是都是很多不少香港人在這裏住 起碼我就在這裏住 總體來說 撇開它是雙扮那樣的 這樣的價錢 買到一個近高鐵 近火車站 那配套亦都相對比較齊的 物業呢 其實應該 如果你除非不選東莞 選東莞 我建議你這個 你可以去選擇一下 因為始終都是那個商辦 譬如張木頭鎮這些 商辦其實 這個概念不像大城市 譬如我們在東莞的城區 東城、南城、管城 那些城區可能會有分別 但基本上是鎮這些來講 分別不會太大 OK 那好了 這一集我們的時間就到 那我們下集時間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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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